我這麼近的看到您的皮膚有點嚇一跳 雅倫你要不要看一下醫師的他的皮膚 我好害羞 我先下去保養一下 會亮耶 真的 你自己是不是剛剛有請燈光師都打在你臉上 你皮膚好水嫩喔 我們自己當醫生也是男生可不能化妝耶 所以一定要用真功夫來試人 喔好 那既然說到真功夫呢 那我們就想要請教醫師一下 您的皮膚這麼好 而且呢又是美容方面的權威 你對女生肌膚保養呢 其實也很有研究對不對 嗯 那就想請問啊 除了我們平常呢 運動飲食之外 那我就很想問 女生肌膚很碎弱 有沒有什麼生活用品的選擇 有可能也會影響 其實我們平常現在空氣不好啊 然後大家生活壓力大 所以第一個當然大家做過清潔 但是事實上啊 然後像我們生活用品上面啊 那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比如說醫護它就是接觸我們身體 24小時的東西 所以可能醫護上的選擇也是很重要的 喔所以呢 你的醫護選擇就很重要 欸 你其實可以去當達人耶 對我應該是應該是符合醫生第一個最要注意的事項 哦,好,所以剛剛呢,我們的班長有在這裡做重點小提醒了 好,那既然有做重點小提醒 我們現在呢,就要請醫師來告訴我們更專業的 那既然是這個樣子,我們依入在選擇的時候 材質方面有沒有什麼重點小提醒 對,其實我們常常看到醫院門診裡面 很多人穿的光鮮亮麗,西裝鼻挺,或是很漂亮 結果,給你們看皮膚的時候 袖子拉起來,褲管拉起來,都坑坑巴巴的 噢,感到 所以,因為我們外出的時候,我們穿的衣服 為了要造型,比如說要不要皺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化學纖維的材質 或一些化學物的殘留 所以我們外出的時候,沒辦法,必須要這樣穿漂亮 但如果,我們在休息的時候 可能就是回家,時間很長 睡覺的時候,可能就要儘量選用比較天然的材質 比如說有肌綿啊,或者是比較沙布類的,比較柔軟的材質 噢,那既然是這樣子呢 這身上這一套非常的符合對不對 是 妳果然是好學生,妳果然都考一百分 因為其實小baby,現在已經四歲多了 所以這四年多來,我們都一直在尋找 那以前她小的時候,最小babybaby的時候 我們就試過很多材質,直到我認識了 而且現在呢,這個新的系列,讓我覺得說 在觸感上面,就覺得更親,更親膚 而且非常的安心 所以雅琳現在已經跟Wigino變成好朋友了對不對 對 其實有當過媽媽的都知道 如果像小孩啊,洗澡 我們常常都會用紗布幫她洗澡 或穿紗布一樣 為什麼? 因為紗布喔,它是棉的 棉是我們最不會造成敏感的材質 哦,低過敏,這很重要很重要 比較天然,比較低過敏 那另外棉花它比較纖維,比較柔軟 像我們剛剛,會前我有去摸過那個 那個棉花糖沙 那比一般我們看到的沙布又更柔軟 看起來應該穿起來也蠻舒服的 而且它更透氣更輕喔 是啊 好,那既然說到這邊呢 我就想要請問一下雅琳 剛剛呢,我們模特兒走秀的時候 有沒有就是拿幾套是讓你覺得印象很深刻的 沒有,其實我剛剛在後台每一套都一直這樣端詳 然後每一套都很想把它抱回家 真的嗎? 對,那有兩套我比較印象深刻 就是有一個... 等一下,那個工作人員等一下趕快拿訂單過來 是,沒有問題 對,然後就是有一套是長裙的,粉紅色的 長裙粉紅色的 對,然後還有一個是水藍色的大U領 我就覺得哇,這個穿在家裡 然後也可以出門,就是更方便了